Hello大家好 那我今天呢 做这个video 是想 告诉你们 我是怎样保护自己的头发 而且在我 第2 差不多29岁到30岁的时候 我曾经 有过掉发的困扰 那那个时候头发是 掉得很厉害 就是厉害到如果我把我的头发 绑起来的话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里一整块都是LOW 就是这里一整块都是LOW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每一天只能把头发放下来 然后我不敢在别人面前 聊头发 因为聊一下就觉得 我就会有人说 哦!你变秃头了 所以那一阵子 其实我是试过很多东西 我记得我就去买那种 我就会去 淘宝晚上去 去国内的淘宝晚上去买了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防 防凸的 香菠 结果洗也没有用 然后我那时候 还去看了医生 他给我开了一堆药房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叫 Biodin 他就说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那个东西是因为你缺少蛋白质 所以呢 你吃下去的话会对你头发好 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告诉你希望能帮到你 但是每个人的身体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我吃了那么多药 我头发都没有好过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想好吧 我不喜欢 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吃很多药 或者用西医的人 因为我总觉得那些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做一些research 最后我头发是长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对我的头发是非常小心 所以我把头发保护得很好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有吃黑芝麻粉 黑芝麻粉 我到时候会放一个link 我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Amazon去买 因为我觉得 Amazon买49块有free shipping 然后什么就都送到我家里来 所以我到时候可以把我在Amazon买的link 给你一个是我吃了一个黑芝麻粉 就每天吃 而且我现在已经是快40岁了 所以我吃那个黑芝麻粉以后呢 其实我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我头发有那个一些 有时候出头会发现 有一个白头发 或者怎么样 但是就是一两根啦 所以我那时候有担心说我会不会少年白头啊 或者很早就白头 所以我觉得黑芝麻粉是一个可以让你头发不要变白 所以我现在头发其实都没有蓝 所以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so far 没有白头发 我梳头的时候经常会找镜子看看自己没有白头发 所以so far我没有发现自己有白头发 所以我每天早晨都吃这个黑芝麻粉 那第二个呢 我用的 当初我有用一个方法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至少是自然就是生姜 我把它切了以后呢 把它切成这样细细的 然后呢 裹在一个手盘里面 或者你可以用任何一种布 然后我就一直在入的地方 massage它 那是一种 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有用 但是我觉得最最有用的就是 开始我用了这个一号套 这个是castle oil 我到时候也把我的link这个给你吧 我也是Amazon买 我记得这瓶好像是 反正是应该是20块以下 而且是非常大的这瓶 有32盎司 然后可以用很久 比我买的那些药 医生那时候给我开的一些药方 其实一个就几十块钱 保险没有包的话 就特别贵 有一个还100多 后来我没摆 但是我忘记那些的名字了 因为我对西药不是特别 我不是特别想吃药的人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 像现在我还在用它 这是我第M品了 我已经GPT是第几品了 那我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 是我做了很多research 他们说castle oil 会增进头发的增长 所以我就去买 买回来以后 我借我一个星期 我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是天天晚上做 后来又变成一个星期 做两三次 三次次 到后来我头发长出来 差不多到半年一年之间 其实我头发慢慢就长成正常 这就是我正常的头发 我小时候头发就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是怎么用法呢 我是每天晚上的时候 我会先把它倒出来 倒在长上面 那很优的哦 弄完以后呢 我就会在 不是头发 而是在发根部分 我就一个个这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然后再用手把它弄过去 然后呢 弄完这一锥 其实是蛮费时间的 弄完这一锥 然后再把它弄回来 然后再弄下一锥 这样子 你可以用一个夹子啦 就是用一个头夹把它这里夹住 好吧 我现在没有头夹 所以我没办法释放给你 我有一个 其实 我可以用这个 我喷到我手机了 然后呢 夹完以后 阿水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我去拿个头夹 我来了 就拿一个这样头夹 夹完以后呢 再把手上弄的油 然后咚咚咚咚咚咚 再把这个地方 然后最好用手按一下 然后再做下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好像这一整载 都是没有头发空白的 所以我不敢梳头发 然后呢 弄完这个 再这样子弄 最后再弄这边 弄完以后呢 我会把头发上面的扎起来 上面头发扎起来 然后弄后面的 后面也是一点一点这样弄 一点一点的扎上去弄 弄到最后 我会把所有的头发 这个其实是很适合在晚上睡觉之前做的 但是也很好时间 而且最好如果你掉发很厉害 会天天做 做完以后呢 就把这一个头发扳起来 扳起来以后 带一个浴帽 塑料的那种 就把它整个都照起来 其实在我从来没有在那个头发 头发的根部 头发这里 头发这个地方做 我一直都是在我头皮肖那里做 做完以后呢 我会带个浴帽 然后我就去睡觉 睡到第二天早晨 我就会把头发洗一下 洗洗 一般我会用两次 甚至三次的扇拨来洗 所以现在很快讲一下 这个扇拨其实是非常好 是organic的 我用的是这种扇拨 现在但是我会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video上面告诉你 我平时是怎么保护头发的 因为自从我二十多岁 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开始脚头发 以后我对头发保养 花了很多精力 吃了很多很多的产品 吃了很多 甚至吃了很多 不对的药 但是我现在头发是长回来了 然后我就不想说 你们走过我那么很辛苦的路 最后我找到了总结 What useful to me 直接告诉你 所以这个油对我来说是最最好的 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做这个油的同时 我白天也做hair massage 就是我会给自己每天的头发按摩 因为我后来还查了 他说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 所以也会阻止这些根部的头发长出来 那怎么样可以让头部的血液循环好呢 就是按摩 按摩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的10个指头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把它按 你按的时候呢 要记住整个头都要按住 整个头都要按 按完以后呢 其实要记住 这个就是从下往上 这样子按 那我那个时候给我自己目标就是 不管怎么样我一天要按100下 这是至少的 那如果我不累呢 我就按到手发酸为止 手发酸为止 我一般按300多下 手就很酸了 但是有一次我会坚持到500多下 所以就看你那一天是怎么样 一个情况 现在我还是每天睡觉之前 我也会给自己按 只是跟一般是在没有油的情况下 所以就是你们做办公室 白天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虚实按头发 只是你最好是一次可以坚持到100下 那这个不但呢 我觉得按头发这个呢 我做研究的是 它不但会让我们头发长出来 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个头发里面 血液循环不是很好了 所以呢 我们头发有时候会 就是那个根部不是很很健康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样子按不但会让头发长出来 而且还有防止白头发 防止白头发 我现在已经是快40岁了 所以我还是没有白头发 crossing my fingers 就是希望不会长出 不会长出白头发来 但是我在28、9岁的时候 我有时候梳头发会梳到 突然掉下来 因为那时候掉发很厉害 然后就在头书上 突然间会看到一个白头发 然后我就很怕 所以我每天有喝黑芝麻 我到时候也把link我在哪里买 告诉你们 反正就是那一段时间 我在头发上面 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 但最主要的这个video 是告诉你们 怎么样可以放止掉头发 和做这个hair massage 这个还会增加我们的记忆 我觉得做了以后头脑 记忆都会清楚很多 有一个 我曾经看过一个video 从中华医药里面看的 就是关于这个头发 每天按摩 其实是会增强记忆 而且有很多很老的人 她的头发还都秃头了 就头发又长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就每一天都按 我觉得对我很有用 至少我以前是已经快半个秃头的 我记得那时候头发掉下来 我只能用一个发型 我不敢把头发很松的绑起来 也不敢 跟别说这样子 现在我可以这样子把头发绑起来 也OK的 没有问题 可是以前我就不敢 所以我一直很担心 那这个video就送给那些 担心掉头发的男生或者女生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女生 如果你掉头发的话 真的很难看的 那我会再做一个video 就是我平时是怎么保护头发的 用的各式各样的相簿 怎么样怎么样的 到时候 我们下个video见吧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你可以订阅我的节目 我会讲很多 我平时就是各种的研究 The beauty secret 好谢谢 拜拜